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老婆信息車資訊網 我是大魔王Singer 根據交通部的統計 每年7月開始 就是交通事務的高峰期 一直持續到12月 政府就是從今年4月開始 就有一個新規定 如果你在考機車駕照之前 去上駕訓班 政府會補助你1000塊 總共有8000個名額 所以大家要把握機會 你在駕訓班可以學到更多 更好的騎車更安駕知識 總比你覺得會騎腳踏車 就去考駕照來得好很多 所以請大家要把握這個機會 去駕訓班好好的學習 該怎麼騎機車 從今年的7月1號起 政府對於酒駕跟獨駕 都做了新規定 規定是罰則各方面 都比之前來得更為嚴格 如果你是騎機車的酒駕 被抓到當場能罰1萬5到9萬塊 如果開車會罰3萬到12萬 而且當場扣車吊銷駕照 5年之內犯第二次呢 就直接加倍 直接9萬變18萬 犯第三次呢 18萬再加9萬變27萬 所以你只要5年之內犯超過3次 每次抓到就是27萬 如果你在零檢的時候 你說我不要吹酒駕 我逃走 OK那更棒 18萬 第二次36萬 第三次呢就是54萬 以後就是54萬 像這樣法 當然也是一樣 當場扣車扣駕照 所以呢你就知道說 目前政府對於酒駕 跟獨駕這件事情 非常的重視 罰則也會越來越高 而且沒有上限 如果你的車 是借別人酒駕的話呢 你的車就會扣牌3個月 一台車只有3次機會 被扣了3次之後呢 你這台車就不能再領牌了 這台車只能報廢 所以非常的重要 此外呢 他也新增了嚴做法 開車的人被查出來是酒駕 同車的乘客 罰600到3000 當然有沒有例外 有 如果是小孩 如果你是70歲以上的老人 不用罰 如果開車是公車司機 當然你也不用罰 還有些例外 但是如果是自用車非常小心 如果你的朋友有酒駕 就叫他不要開車了 因為酒駕你還給他載 基本上整車的人都會去見炎王 去言論王房間走一走 請大家特別特別注意 如果喝酒 千萬不要開車 或找代價 如果是你的好朋友 請記得貓他兩拳 叫他閉嘴 回家 不准開車 這才是好的做法 另外呢 7月之後的新規定 禮讓行人規定 如果行人在斑馬線上面 你騎車或是開車 不讓他的話 直接罰1200到3600 如果那個行人是試障者 那直接加倍 罰2400到7200 請特別注意 我們要尊重 試上者行的權利 不要讓你的汽車或機車 嚇到他 非常的重要 這個 那怎麼樣算是不讓他 我記得的規定是 你的車必須離他 至少一個車道的距離 也許是大概三公尺左右 所以呢 當行人走過去的時候 你不能很快 就直接從後面切過去 這樣是不行的 你要等他走過去一段距離之後 才能切過去 或者是他只要一上斑馬線 你就等他過去 這樣是最安全的方式 因為我們要保障 行人過斑馬線的權利 還有呢 我們所謂的 危險駕車條款 是要處罰6000到2400的罰款 那什麼叫做危險駕車呢 第一個是 在路上蛇行 或者是互相競速 還有呢 你的車速超過法定出現60公里以上 或者是 我們所謂B車 你在後面用逼迫的方式 用按喇叭的方式 叫前面的車讓道 或者是 汽車超過你之後 在前面突然煞車 派你要緊急煞車或是摔車 如果前面沒有任何路況的話 這種 都是會被罰危險駕駛條款 而且這次還規定了喔 如果有連續發生 第二次的話呢 除了罰款6000到2400 還要掉駕照三個月 前面也說過嘛 如果掉了三次駕照之後呢 這台車就再也不能領牌 所以請各位用路人 不要再做這種危險駕駛的事情 我們只要有行車記錄器 就可以檢舉 有問題 你是調他的車 還是調他的這個人 調牌是根據車 是車的大牌 那他換車不是一樣 繼續可以危險駕駛嗎 當然就看他有幾台車囉 請問怎麼樣算是連續呢 連續啊 我這個問題問得非常的好 他沒有說 沒有其實也不是連續的 你只要有這個行為 我就是直接扣牌 扣三個月嘛 罰錢扣牌這樣子 一連再三次嗎 沒有 他不限時間 就這台車 在這個人名下 只能被扣三次牌 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被扣兩次牌 扣三次的時候 我把這台車 移交到他人名下 你不要那麼專業好不好 那還有呢 根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45條的規定 有某些行為的時候 你必須被罰款600到1800 哪些條款呢 逆向 單車道並行 插入連貫車線 比如說一堆車在排隊 準備左轉的時候 你給人家這樣插進去 就是罰了600到1800 那這個檢舉很簡單 只要後車行車記錄器 就可以直接檢舉 在一般的路上呢 是罰了600到1800 如果是高速公路上面呢 就是3000到6000 請特別注意 另外呢 還有像什麼 比如說 開上人行道啦 不讓圓環內的車先行啦 還有一個是 起步的時候 比如說 你從路邊停車格要出來的時候 旁邊你有行人 你不讓他 或是後面的摩托車 汽車要過去的時候 你不讓他直接這樣出來 這樣都是違規的 被罰了600到1800 還有 現在呢 不讓救護車的話 至少罰了3600起跳 如果對方死亡 有可能會罰到9萬塊 不要再用這種 我沒有聽到 我沒有聽到這種理由 沒有聽到 這不是你的藉口 請記得 要 眼觀四面 耳聽八方 如果你開車的時候 都不會注意到這些事情的話 那我相信你也不會注意到 路上的其他車 是不是很危險呢 另外呢 請大家特別注意的是 這一次有所謂的慢車條款 什麼叫慢車呢 自行車 電動輔助自行車 電動自行車 人力車跟受力車 這幾種 有些狀況可以罰300到600塊 哪一些 不開燈的啦 一邊騎車用手機的啦 闖紅燈的啦 這些全部都可以開罰 請不要覺得說 我今天騎自行車 我就無敵了 我今天騎電動自行車 我也無敵 到處闖紅燈 逆向有的沒的 對不起 這些全部都會開罰 請特別注意 另外呢 我要講個規定 目前很多騎大型重機的人 我們都在想說要上國道嘛 但是呢 有個法條 可能大家沒有非常的注意喔 你的重機要騎高速公路 必須要符合兩個規定 第一個 就是你的大型重機駕照 必須持有滿一年以上 第二呢 就是你必須要有小行車的駕照 當這兩個條件滿足了之後呢 你才能騎高速公路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他覺得說 我今天考了一隊 紅牌駕照之後 我第一天 我第二天 我就要騎國道 可是這是不行的 必須這兩個條件都滿足 不過呢 就算這兩個條件滿足之後 目前台灣能用的國道也只有一條 台北的國山甲 沒有第二條了 那到底什麼時候會開放呢 那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跟各位分享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喔 忘記講一件事了 你知道重機騎高速公路不能雙載嗎 法條是這樣規定的喔 對 在那個高速公路 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裡面 的第二十條有說 重機騎乘高速公路不得雙載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對不對 那如果是輪胎胎穩 可以去一些其他輪胎穩 比如說你的輪胎穩 必須在一公里以上 如果是那種禁忌的光頭胎 是不可以上高速公路的唷 我想應該也不會有人這麼做啦 因為實在是太傷了 請問會身上的燈身皮有規定嗎 呃 它有規定安全帽必須是要全照 或是四分之三以上 也就是說 你戴瓜皮 也不能上高速公路 欸 啊誰哥 它現在LED燈那個 要像要怎麼燃 你才會不會燃 現在喔 對 如果你改LED燈的話 建議你趕快換回來吧 會嗎 因為一定驗不過 它的命約其實 直到今年的6月30號 那因為7月1號之後 你要驗LED大燈光型變更的話 必須要有發票 店家安裝證明 有很多很多的文件需要去繳 所以基本上呢 就算光型過了 你還是很不容易驗過 因為它有太多的規定要做 所以除非你能找到一個負責的店家 幫你做這些事情 不然自己改的 那種淘寶淘的 基本上都沒有希望了 所以如果你現在LED還沒驗的話 就趕快去改回來吧 因為沒救啦 另外呢 政府也嚴領了所謂酒精鎖 也就是說在汽車上面 裝了酒精偵測器 如果你是喝完酒之後呢 在車上是發不動的 因為它會有酒精鎖 那這個法條呢 將會在明年2020年的3月1號之後執行 大家不要想說 你可以請你的朋友幫你吹 因為抓到了 你的朋友就直接罰6000到12000 不要以聲釋法 這個法條會在明年3月1號生效 請特別注意 所以酒精鎖 酒精鎖是加購的嗎 目前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但是只有這個法條說 2020年3月1號之後 必須加裝酒精鎖 所以請問是只有汽車還要加裝嗎 照理來說 汽車應該都要了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歡迎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